第九十三回给孤元问谷谈音天竺国朝王育偶 启念断然有爱,留情必定生灾 灵明和事变三台,行满自归远海 不论成仙成佛,需从各礼安排 轻轻静静觉尘埃,果正飞升上界 却说四僧天明不现了三藏师徒 都道,不曾留德,不曾别德,不曾求告德 轻轻地把个活菩萨放得走了 正说处,只见南关乡有几个大户来请 众僧扑长道,昨晚不曾防御 今夜都驾云去了,众人齐望空败谢 此言一讲,满城中关猿人等,尽机知之 叫此大户人家,聚致伴五生花果 往生词寄献仇恩不提 却说唐僧似众,参丰宿水 一路平宁,行有半个多月 呼一日,见坐高山 唐僧又耸句道 徒弟,那前面山岭俊俏 势必小心 行者笑道 这边路上将近佛地 断呼无慎要挟 师父放怀悟虑 唐僧道 徒弟,虽然佛地不远 但前日那四僧说 道天竺国都下有二千里 还不知是有多少路里 行者道 师父,你好事又把乌朝禅师心经忘记了也 三藏道 般若心经是我随身一波 自那乌朝禅师教后 哪一日不念 哪一时的忘 颠倒也念得来 怎会忘的 行者道 师父只是念的 不曾求那师父解得 三藏说 猴头 怎又说我不曾解得 你解得魔 行者道 我解得 我解得自此 三藏 行者再不作声 旁边笑道一个八戒 喜欢一个沙僧 说道 嘴脸 替我一般的做妖精出身 又不是哪里禅和子听过讲经 哪里应佛僧也曾献过说法 弄虚头 找架子 说肾魔 小的 解的 怎么就不作声 听讲 请解 沙僧说 二哥 你也信他 大哥扯长话 哄师父走路 他小的弄棒罢了 他哪里小的讲经 三藏道 物能 物静 休要乱说 悟空解的是无言语文字 乃是真解 他师徒们正说话间 却倒也走过许多路程 离了几个山岗 路旁 早现一座大寺 三藏道 悟空 前面是座寺啊 你看那寺 倒也 不小不大 却也是琉璃碧瓦 半心半旧 却也是八字红墙 隐隐现苍松掩盖 也不知事迹千百年间 故悟到于今 潺潺听流水明显 也不到是哪朝代时分 开山留得在 山门上 大叔祝不禁禅寺 悬扁上 留提著上古遗迹 行者看的是不禁禅寺 八戒也倒是不禁禅寺 三藏在马上沉思道 不禁 不禁 这莫不是舍为国戒了魔 八戒道 师父 齐啊 我跟师父今年 再不曾限时的路 今日也时的路了 三藏说道 不是 我常看经诵典 说是佛在舍为城 只述给孤圆 这圆说是给孤独场者 问太子买了 请佛讲经 太子说 我这圆不卖 他若要买我的时 除非黄金满布原地 给孤独场者听说 随以黄金未专 不满原地 才买得太子纸园 才请得世尊说法 我想这部金寺 莫非就是这个故事 八戒笑道 造画 若是就是这个故事 我们也去摸他快把砖送人 大家又笑了一会 三藏才 下的马来 进的山门 只限山门下挑担的 背包的 推车的 整车坐下 也有睡的去睡 讲的去讲 呼见他们师徒四种 俊的又俊 丑的又丑 大家有些害怕 却也就让开些路啊 三藏生怕惹事 口中不住指教 斯文 斯文 这时节 却也大家收敛 转过金刚殿后 早有一位 禅僧走出 却也 威夷不俗 真是 面如满月光 身似菩提树 拥西秀飘风 盲邪石头路 三藏献了问讯 那僧急忙玄礼道 师从何来 三藏道 弟子臣玄藏 奉东土大堂皇帝之旨 拆往西天 拜佛求经 路过宝坊 造次凤叶 便求戒一宿 明日就行 那僧道 荒山石方常住 都可随喜 况长老东土神僧 但得供养 姓慎 三藏谢了 随即换他三人同行 过了回廊相机 进入方丈 相见礼弼 分宾主坐定 行者三人 一锤手坐了 话说这十四中 听说到了东土大堂 取经僧人 四中若大若小 不问常住 挂踏 长老 行同 一一都来参线 茶坝 摆上斋供 这时长老还正开斋念计 八戒早时要紧 馒头 素食 粉汤 一脚直下 这时方丈 却也人多 有知识的赞说 三藏威夷 好耍子的都看八戒吃饭 却说沙僧眼溜 看现头底 按把八戒捏了一把 说道 斯文 八戒着忙 急得叫僵起来 说道 说道 斯文 斯文 肚里空空 沙僧笑道 二哥 你不晓得 天下多少斯文 若论起肚子里来 正替你我一般理 八戒方才肯住 三藏念了结斋 左右撤了喜念 三藏称谢 四僧问起东土来音 三藏说道古迹 才问不今四明之由 那僧答曰 这四元是舍为国给孤独元四 又明止元 因是给孤独常者请佛讲经 金砖布地 又以金明 我这四一望之前 乃是舍为国 那时给孤独常者 正在舍为国居住 我荒山原是常者之指缘 因此 遂名给孤不禁四 四后边还有指缘机址 近年间 若遇时雨滂沱 还临出金银珠儿 有造化的 美美十柱 三藏道 话不虚传果 是真 又问道 才进宝山 县门下两廊 有许多罗马车单的行商 为何在此歇宿 众僧道 我这山换作白角山 全戒荒山一宿 等金明后便行 三藏道 我们也等金明后去吧 师徒们正说出 又现拿上斋来 却与唐僧等吃壁 此时上弦越角 三藏与行者不越咸行 又见各道人来报道 我们老师爷 要献献中华人物 三藏即转身 献一个老和尚 手持竹杖 向前做礼道 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 三藏达礼道 不敢 老僧称赞不已 因问 老师高寿 三藏道 虚度四十五年已 敢问老院主尊寿 老僧孝道 比老师吃肠一花夹也 行者道 今年是一百零五岁了 你看我有多少年纪 老僧道 施家茂骨神清 旷月月眼花 即看不出来 续了一会 又向后廊看看 三藏道 才说给孤原鸡指 裹在何处 老僧道 后门外就是 快叫开门 但现是一块空地 还有些碎石碟的墙角 三藏合掌探约 一夕潭纳虚达多 曾将金宝记平科 指缘千古留名在 长者和方半绝罗 他都玩住月 缓缓行 行进后门外 至台上 又做了一座 忽闻得有啼哭之声 三藏静心成听 哭得是 爷娘不知苦痛之言 他就感触心酸 不觉泪躲 回问众僧道 是圣人在何处悲切 老僧献问 急命众僧先回去监察 见无人 方才对唐僧 行者下拜 三藏参起道 老院主 为何行此礼 老僧道 弟子年岁百余 略通人事 美于禅境之间 也曾见过几番景象 若老爷师徒 弟子聊之一二 与他人不同 若言悲切之事 非这位诗家 明便不得行者道 你且说 是圣事 老僧道 就年今日 弟子正明信悦之时 忽闻一阵风响 就有悲怨之声 弟子下榻 到指缘机上看处 乃是一个美貌端正之女 我问他 你是谁家女子 未慎道于此地 那女子道 我是天竺国国王的公主 因为月下光花 被风刮来的 我将她锁在一间闭空房里 将那房砌作个监房模样 门上只留一小孔 紧低地挽过 当日与众僧传道 是个妖邪 被我捆了 但我僧家乃慈悲之人 不肯伤他性命 每日与他两顿粗茶粗饭 吃住度命 那女子也聪明 极解无意 孔为众僧玷污 就装风作怪 要里面 十里卧 白日家说胡话 呆呆瞪瞪的 到夜境处 却思量父母啼哭 我几番家 进城来去打探公主之事 全然无损 故此兼收紧锁 更不放出 金姓老师来国 望望到了国中 广施法力 便明便明 一则就拔良善 二则招显神通也 三藏与行者听罢 窃窃在心 正说处 只见两个小和尚 请吃茶安置 遂而回去 八戒与沙僧在方丈中 秃秃浓浓的道 明日要鸡鸣走路 此时还不来睡 行者道 呆子又说慎魔 八戒道 睡了罢 这等夜深 还看慎魔景致 因此 老僧散去 唐僧就寝 正是那 人静月尘花梦敲 暖风微透壁窗纱 同湖点点看三集 银汉明明照九华 当夜睡还未酒 急听鸡鸣 那前边行商轰轰接起 引灯造反 这长老也唤醒八戒 沙僧 寇马收拾 行者叫点灯来 那四僧已掀起来 安排茶汤点心 再厚厚敬 八戒欢喜 吃了一盘磨磨 把行李 马匹牵出 三藏 行者对众瓷谢 老僧又向行者道 悲切之事 在心 在心 行者笑道 谨领 谨领 我到城中 自能灵鹰而查理 见帽而变色也 那伙行商 哄哄嚷嚷的 也一同上了大路 将有银时 过了金明关 至四时 方县成员 真是铁瓮金城 神舟天府 那城 虎聚龙盘形势高 凤楼林阁彩光摇 玉沟流水如环带 伏地衣衫插锦标 小日经其明緬路 春风销谷遍西桥 国王有道一贯胜 五谷风灯显俊豪 当日入于东市街 众商个头旅店 他师徒们进城 正走处 有一个会同管役 三藏等 进入役内 那役内管事的 急报一城道 外面有四个异样的和尚 牵一匹白马进来了 一城听说有马 就知是官差的 初厅迎亚 三藏师礼道 贫僧是东土唐朝钦差 灵山大雷音 献佛求经的 随身有观文 入朝照页 借大人高雅一些 势必就行 一城打理道 此衙门原设待 使客之处 礼当款亚 请进 请进三藏喜悦 叫徒弟们都来相线 那一城看线 嘴脸丑陋 暗自心惊 不知是人是鬼 战兢兢的 只得看察百摘 三藏献他惊叹 道 大人物惊 我等三个徒弟 相貌虽丑 心地俱良 所谓面恶人善 何以俱味 一城文言 方才定了心性 问道 国师 唐朝在于何方 三藏道 在南善布州中华之地 又问 积时离家 三藏道 贞观十三年 今已历过十四载 苦经了些万水千山 方到此处 一城道 神僧 神僧 三藏问道 上国天年几何 一城道 我必处乃大天竹国 自太祖 太宗传道今 已五百余年 现在位的爷爷 爱山水花卉 好作一宗皇帝 改元敬宴 今已二十八年了 三藏道 今日贫僧要去县价导 换官文 不知可得欲潮 一城道 好 好 正好 静音国王的公主 娘娘 年灯二十青春 正在十字街头 高阶踩楼 抛打绣球 撞天昏招驸马 今日正当热闹之际 想我国王爷爷 还未退朝 若遇到患官文 趁此时好去 三藏 欣然要走 只限摆上摘来 岁雨一成 行者等吃了 时已过午 三藏道 我好去了 行者道 我保师父去 八戒道 我去沙僧道 二哥罢魔 你的嘴脸不陷怎滴 莫到朝门外装跑 还叫大哥去 三藏道 雾镜说得好 呆子粗夯 悟空还有些细腻 那呆子 拘住嘴道 除了师父 我三个的嘴脸 也差不多 而三藏 却穿了袈裟 行者拿了 引带铜去 只见街坊上 是农工商 文人莫克 于夫俗子 其可可都道 看抛袖球去也 三藏立于道旁 对行者道 他这里人物衣冠 公式器用 言语谈吐 也与我大唐一般 我想住我俗家仙母 也是抛打袖球 遇旧姻缘 接了夫妇 此处亦有此等风俗 行者道 我们也去看看 如何 三藏道 不可 不可 你我福色不变 恐有嫌疑 行者道 师父 你忘了那给 孤不禁似老僧之言 一则去看彩楼 二则去变真假 似这般茫茫的 那皇帝必听公主之喜报 哪里是朝礼事 且去去来 三藏听说 真与行者相随 现各项人等聚在 那里看抛袖球 呀 哪知此去确实 鱼翁抛下沟河线 从今跳出是非来 画表那个天竹国王 阴爱山水花卉 前年代后妃 公主在御花园 月月赏玩 惹动一个妖邪 把真公主射去 她却变作一个假公主 知得唐僧 今年今月今日 今时到此 他假借国家之父 搭起彩楼 欲招唐僧喂偶 采取原阳真器 以成太乙上仙 正当五十三刻 三藏与行者 杂入仁从 行进楼下 那公主才粘香坟起 祝告天地 左右有五七十烟胶绣女 近视地捧住绣球 那楼八窗玲珑 公主转睛观看 献唐僧来得至近 将绣球取过来 亲手抛在唐僧头上 唐僧助力一惊 把个皮炉帽子打歪 双手忙扶住那球 那球鼓露地滚在 胎衣袖之内 那楼上其声发喊道 打住个和尚了 打住个和尚了 一 十字街头 那些客商人等 挤挤 挤挤哄哄哄 都来奔抢绣球 被行者喝一声 把牙缩一缩 把腰弓一弓 尝了有三丈高 使个神威 弄出丑脸 吓得些人跌跌爬爬 不敢相近 煞食人散 行者还献了本相 那楼上秀女 公额并大小太监 都来对唐僧下拜道 贵人 贵人 请入朝堂贺喜 三藏集海里 扶起众人 回头埋怨行者道 你这猴头 又是搓弄我也 行者笑道 绣球儿打在你头上 滚在你绣里 干我何事 埋怨怎磨 三藏道 似此怎生屈处 行者道 师父 你且放心 便入朝见价 我回忆豹与八戒 沙僧等候 若是公主不招你便罢 到换了官文就行 如必欲招你 你对国王说 召我徒弟来 我要吩咐他一声 那时召我三个入朝 我其间 自能辨别真假 此事已婚降怪之际 唐僧无以从严 行者转身回忆 那长老辈 众公鹅等 簇拥至楼前 公主下楼 玉手相掺 同灯保脸 摆开一从 回转朝门 早有皇门官先奏道 万岁 公主娘娘掺住一个和尚 想是绣球打住 现在五门外后指 那国王献说 心甚不喜 抑郁赶退 又不知公主之意 何如 只得寒情宣入 公主与唐僧碎至金鸾殿下 正是 一对夫妻呼万岁 两门邪正败千秋 李毕 又宣至殿上 开言问道 僧人何来 欲赐女抛求得众 唐僧俯伏奏道 贫僧奶奶 善不周 大唐皇帝 拆往西天 大雷音寺 拜佛求经的 因有长路观文 特来朝王道患 路过十字街彩楼之下 不欺公主娘娘抛锈球 打在贫僧头上 贫僧是出家异教之人 怎敢与玉叶金之畏偶 望望赦贫僧死罪 道唤观文 打发早赴灵山 献佛求经 回我国土 永祝陛下之天恩也 国王道 你乃东土圣僧 正使千里因缘使献千 寡人公主 金灯二十岁未婚 因则今日年月日时聚礼 所以 劫彩楼抛锈球 以求家偶 可可的你来抛住 朕虽不喜 却不知公主之意 如何那公主叩头道 父王 常言嫁鸡逐鸡 嫁犬逐犬 女友誓愿在先 接了这球 告奏天地神明 撞天昏抛打 今日打住圣僧 即是前世之源 遂得今生之欲 岂敢更宜 愿召他为驸马 国王方喜 即宣亲天间政台官选择日期 宜必相收拾庄联 又出职小一天下 三藏文言 更不谢恩 只叫 放射 放射 国王道 这和尚甚不通理 朕以一国之父 招你作父 招你做驸马 为何不在此享用 念念只要取经 再若推辞 叫锦衣官校推出展了 长老下的魂不附体 只得战兢兢 叩头起奏道 敢蒙蔽下天恩 但贫僧一行四众 还有三个徒弟在外 金荡领纳 只是不曾吩咐的一言 望望照他到此 道唤观文 叫他早去 不误了西来之意 国王遂准奏道 你徒弟在何处 三藏道 都在会同管义 随即拆官照 圣僧徒弟领官文西去 由圣僧在此为驸马 长老只得起身势力 有诗未证 诗曰 大丹不漏药三全 苦行难成恨恶缘 道在圣传修在己 擅由人积伏尤天 修成六根多贪欲 顿开一性本来源 无碍无私自清静 管教解脱的超然 当时拆官智慧同管义 宣召唐僧徒弟不提 却说行者自踩楼下 别了唐僧 走两步 笑两声 喜喜欢欢的回忆 八戒 沙僧迎住道 哥哥 你怎么那般喜笑 师父如何不愿 行者道 师父洗了八戒道 还未到地头 又不曾见佛 取得惊回 适合来之喜 行者笑道 我与师父只走至十字街 踩楼之下 可可地被荡巢公主 抛锈球打中了师父 师父被歇公额 踩女 太监 推拥至楼前 同公主坐脸入巢 招位驸马 此非喜而合 八戒听说 爹脚垂胸道 早知我去好来 都是那沙僧被揽 你不足我呀 我静奔彩楼之下 一袖球打住我老猪 那公主招了我 却不美哉 妙哉 眷瓜标志 停荡 大家造化耍字 何等有趣 沙僧上前 把他脸上一抹道 不休 不休 好个嘴巴骨子 三钱银子买了老驴 自夸其得 要是一袖 球打住你 就连夜稍退送纸 也还到迟了 敢惹你这会气进门 八戒道 你这黑字不知趣 丑自丑 还有些风味 自古道 皮肉粗糙 骨骼坚强 各有一德可取 行者道 呆子莫胡谈 且收拾行礼 但孔师父着了急 来叫我们 去好尽朝保护他 八戒道 哥哥又说差了 师父坐了驸马 到宫中 与皇帝的女儿交欢 又不是爬山中路 欲怪缝魔 要你保护他怎的 他那样一把子年纪 岂不知被窝里之事 要你去扶钻 行者一把揪住耳朵 蹲拳骂道 你这个银心不断的夯祸 说那甚胡话 正吵闹间 指线一城来报道 圣上有旨 拆官来请三位神僧 八戒道 端得请我们为何 一城道 老神僧幸遇 公主娘娘打中绣球 招位驸马 故此拆官来请 行者道 拆官在哪里 叫他进来 那官看行者失礼 礼弼 不敢仰视 只管暗暗说道 是鬼 是怪 是雷公 夜叉 行者道 那官 有话不说 为何沉吟 那官 慌得战战兢兢的双手 举住圣旨 口里乱道 我公主有请惠亲 我主公惠亲 有请八戒道 我这里莫行聚 不打你 你慢慢说 不要怕 行者道 莫成道 怕你打 怕你那连理 快收拾挑担 牵马进朝县师傅 亦是去也 这正是 陆逢 侠道难回避 定叫恩爱返未愁 毕竟不知 献了国王 有何话说 且听下回分解